事实上,一些国家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真实意图是在现有国际法体系之外另搞一套 为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寻求合法性 我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只有一种秩序 那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只有一套规则 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北约作为冷战遗留的区域军事集团 却谋求扩大势力范围 热衷于制造虚假叙事 到处拱火、浇油、挑动阵营对抗 甚至在乌克兰问题上 向域外国家甩锅推则嫁祸于人 这从国际社会劝和促谈的努力背道而驰 历史充分证明 北约的黑手伸向哪里 动荡和混乱就出现在哪里 中方奉劝北约和某些国家反攻自行 不要再做损人利己 破坏共同安全的麻烦制造者 共同发展与共同安全相辅相成 是良好国际秩序的根基 其中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个别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建起小院高墙 滥尸单边制裁 扰乱全球供应链 最终将导致双输多输的局面 对这种错误做法 我们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